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常态分配 介绍常态分配 我们应该要先介绍的是 常态分配的一个几率密度函数 叫做Density Function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参数指的是标准差 这叫Sigma 这叫做平均数 那么它的图形 是以μ为中心的一个中型的形状 那么我们画给各位同学看 这边是μ 这个图形是一个像一个中的形状 那么我们要确认的是 这个图形曲线下所为出来的面积 从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 这个面积是1 那么随着这个Sigma越大 它将会比较低扁 如果是Sigma比较小 它会属于比较中间的 资料会集中在靠近μ的这个方向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一个积分的一个技巧 我们用这个积分的技巧 就是引入了这个极坐标的一个方法 计算一个辖积分 那么各位同学会了以后 我们在后面将会用到 积分由0到无限大 积分的函数是1的负X的平方 那么这是一个很类似 在统计学里面常常用到的叫做几率密度函数 跟这个很类似 那么我们要积分这个函数的话呢 这个辖积分要怎么样去计算 那么我们给各位同学介绍一个技巧 这个辖积分假设它存在 我们假设叫做i好了 那么我们怎么计算它呢 我们是这样子的 i的平方 我们利用的是两个相乘 这是题目叫做0到无限大 1的负X的二次方 DX 我们再乘一遍 但是这一次乘的话呢 我们不要再用X了 我们用Y 好 这样的做法的话呢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把它顺序对调之后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叠积分 中间的这个函数 我们也可以把它合并 这两个都是以1为底的 所以上面可以相加 就变成了负的X平方加Y平方 DX乘DY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积分范围 这个积分范围 X的范围是由0到无限大 Y的范围也是0到无限大 来我们来画成直角坐标看看 直角坐标这是X轴 这是Y轴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积分范围 就是整个第一向线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话呢 要把这个题目画成极坐标 那么怎么改呢 极坐标的话 这边极坐标我们的积分的角度 是由0到90度 就是0到二分之π 那么距离的话呢 R的话呢是由0到无限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来我们改一下 这边是1的负R平方 这边DX乘DY我们把它改成RDRDθ 角度由0到二分之π R是由0到无限大 那么我们现在先做内层 这边多了一个R的话呢 那就好做多了 这边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跟θ无关 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写Dθ 这边的话呢是 这里是负的二分之一 1的负R平方 我们的范围是由哪里到哪里呢 0到无限大 好 前面继续写下去 前面就直接写二分之π了 这边来看这是多少 负的无限大四方 这个是1的负无限大四方 就是0 0带下去 减掉 这边是负的 减掉负的那就是加了 加多少呢 1的0次方 那就是数字的1 所以这边是二分之一 所以等于多少呢 四分之π 这还没有算完哦 同学看 i的平方是多少 i的平方是四分之π 所以各位同学知道 i的计算是几呢 所以i是几 平方根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二分之 根号π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现在我来介绍的是 几率密度函数图形下的面积 我们来证明 这个函数 它所从负无限大到无限大之间 所围出来的面积是1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来一个变数变换 我们要把这个x减μ 除以σ 我们假设把它另为z 那么两边一起为分 dz等于σ分之1 dx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变数变换是 因为这里的dx 要取代它 这边的x减μ 除以σ等于z 要把这个来代换一下 好 我们就把这个原式换一下 这个地方 根号2πσ 因为它是跟x无关 所以我们把它丢到积分外面 那么这个辖积分 因为z跟x之间 当x往无限大走的时候 z也是一样无限大 所以我们这边的上线下线不会动 这边我们改造一下 这1的负1分之1z平方 这边dx还没有改 我们就继续改 这边dx就是等于σ 就乘过去 所以是σ乘上dz 这边我们来做的是什么呢 再下一步 我们要做的是 变数变换的方法 就是利用z等于根号2y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把它改成 没有负1分之1的状况 那么dz就是根号2dy了 好 我们把它带进去 原式就会变成这样 这边变成负1分之1z是根号2y 我们把它全部都改造一下 变成了很干净的y平方 负y平方 好 那现在全部做完了以后 这个地方 根号2 这个地方来说 根号2这边可以消掉 而这边是多少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我们在前面 我们曾经证明过 我们是由0积到无限大 这边各位同学请看 这边是负无限大到无限大 这边是0开始 那么这边多一个两倍 是因为它左右是对称的 那各位同学要知道 那么这是多少呢 这是二分之根号拍 所以我们全部都直接消掉 变成多少 变成1 所以我们证明了 这个常态分配 它在曲线下 所围出来的面积是1 那就是百分之百的几率 那么我们再来介绍的是 常态分配的图形的状况 这是一个常态分配 那么我们是以μ为中心 Sigma是影响到 它的这个比较开阔 还是比较集中 根据这个前面 我们曾经介绍过的经验法则 告诉我们说 这是μ减掉Sigma 也就是说 在一倍的标准差之内 这里所有的资料 大约占多少 百分之六十八 那么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其实就是用积分算出来的 用我们的这个刚才的几率密度函数 由μ减Sigma到μ加Sigma之间 这个积分算出来 那么如果是两倍的标准差呢 两倍的标准差是从这里 到这里 这个范围的资料 大约占多少 百分之九十五点四 那么图形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像这个蓝色的这个图形啊 这也是常态分配 那么它的Sigma是属于比较小的 那么红色的呢 Sigma比较大 代表的是它比较开阔 那么它当然它的高点 会比较低 它所围出来的 这个曲线下的面积 都是一样 都是一 都是百分之百 我们在做这个实际的操作的时候啊 我们常常需要查表 那么在做题目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是做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动作 假设常态分配的期望值是零 标准差是一 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称这个叫做标准的常态分配 那么我们常常用Z来表示 也就是说 这个 Nobel Mu Sigma平方 我们的表示的就是 以Mu为平均数 Sigma平方为变异数的一个常态分配 经过怎么样呢 经过了一个变换 X减掉Mu 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Mu 这里的X 移过去 扣掉一个Mu 再除一个Sigma 再一个压缩 这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常态分配 那么 一般 我们都是用这个来做查表 我们做了一个表 在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透过一个转换 所以所有的题目都可以透过一个 标准常态分配的查表 来去换算成我们自己要算的这个X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概略的介绍了常态分配 分配的一些性质跟它的图形 那么它是一个对称的 那最主要是常态分配非常的常用 因为我们在后面将会介绍的是一个叫做很重要的中央极限定理 它就要利用到常态分配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刚刚前面的那个Density Function 那个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是可以拿来算几率的 可是这个称分的话实在是太麻烦了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采用的是查表的方式来做 而且都是用的是查的是Z表 用Z表透过一个X-mu除以Sigma等于Z的方式来去做转换来做计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